60年代就家家用电 人均GDP超韩国三倍的朝鲜 当年到底有多强 之后又为何会在一夜之间 选择了闭关锁国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刚经历战争不久的朝鲜 便开启了开放模式 不过主要还是和中国苏联 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开展贸易往来 西方国家占比只有20%左右 但是这也影响不大 60年代末 朝鲜家家户户都有用电 人均用电量更是超过了前度 而当时的韩国人均GDP 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一 更夸张的是朝鲜那个时候 还和日本一起 并称为亚洲工业领域的双花红棍 长道甜头的朝鲜再接再厉 于70年代初开始了6年过渡计划 逐步和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等20多个西方国家 开始加强贸易合作 而出口有色金属和工业产品 进口粮食和石油的日子 让朝鲜过的一度非常舒适 但很快到了70年代中介 石油危机爆发 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朝鲜所面对的问题是 有色金属因为石油危机的连锁反应 卖不出去 可没钱就进口不了 价格上涨四倍的石油 没有石油就无法进行国内的 苏式机械化农业 而农业开展不了 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同时朝鲜也无力偿还西方国家的贷款 国际信誉彻底探探 也就是说朝鲜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的国内经济 此刻已经近乎崩溃 而也正是因为这次失信 直到80年代 希望国家给朝鲜打的标签 还是进而远至不适合长期合作 后来随着朝鲜重新回到苏联身边 原本想着重头才来慢慢发展 可不久后 苏联迎来了解体 朝鲜九成以上的石油进口断了台出 直接导致国内七成以上的工厂停产 闭关锁国正式拉开帷幕 所以不是朝鲜不给那个开放 而是它根本没有开放的机会 这虽然有国际局势动荡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自身经济结构单一失衡 苏联那个资源大国一心发展军工 尚且可行 但朝鲜要是把爆也压在军工上 无疑就是在万米高空走钢丝 当然这只是朝鲜闭关的一个历史原因 而真正让金家知道目前还不愿意开放的理由 则是出自另一个方面 曾经尝过开放甜头的朝鲜 为何现在却选择了闭门谢客 朝鲜到底有何难言之隐呢 苏联的解体让朝鲜单一的经济体质也随之坍塌 竟然造成了安全感急剧缺乏 后来美国对伊拉克的一系列举动 又强化了金家对于实行先军政治必要性的决心 煤糖果可以或缺子弹难生存的理念被推了出来 这就是朝鲜决定要走的发展之路 它的特征首先就是无论工人 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统统需要区聚军人之后 其次国内实行自主化发展 以治军的方式推动所有社会层面的工作 比如他们称任务搅供奸 称困难为歼灭 另外国家的财政经费 无论何时都要优先用于军队 最关键的是普通的朝鲜人民 也要以军人的精神面貌和意志力为灵魂之音 简单理解就是隐居山林 闷声发与无首外界干扰侵袭 如果在这种理念下 实行改革开放会是什么结果 全面拉动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金家尝过前头肯定也明白这一点 但他们心里更清楚的是 一旦打开国民引进国外的资本基础 以及错综复杂的思想理念 全国人民的军事信仰就会突破化解 民族凝聚力和领袖领导力 都将面临全面失控 证然经济是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基础 但前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行 如果真走了韩国的路数 举过90%的经济力卖 掌握在30大财法手中 写着30大财法四下还相互联姻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背后还是美西方国家 要知道美国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发展 那也绝对不会让它发展太快 某种意义上讲 这和当年苏联想控制我国的路数如出一德 而这种装在笼子里的政治 并不是朝鲜想要的 这其实和当年把国内经济 单单堵在苏联支持下的 重工业上没什么两样 而现在的朝鲜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当下 它的国际竞争力其实并不强 总不能处处都拿核武器交易吧 因此与其费心思且冒险的去搞什么改革开放 还不如老老实实发展自己的经济 事实上有中俄两国在 朝鲜对外部势力的侵扰根本不用担心 至于内部经济发展 同时有着两位大哥的庞大体量存在 它也根本不需要着急 换句话说只要美韩逼得越凶 朝鲜就越安全越安逸 况且推一万步讲 谁又能肯定的说朝鲜不走改革开放 居民生活就一定不好呢 事实上的情况可能还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朝鲜人民平均每月600块工资的生活 知道真相后你羡慕吗 可能在国内一个月挣600块钱 基本就是存不担心 但在朝鲜不同 他们的人均工资基本都是如此 农村可能会在300左右 但教师司机警察以及会外语的导游 工资还能每月高出几百块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人家过的就是啃树皮生活 真相恰恰相反 朝鲜人民平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甚至连肉都是国家发的 也就是说人家每月的工资并不叫工资 那就是蠢蠢的零花钱 不过你可能会问了 零花钱每月600块也不够用 首先朝鲜人民不需要为教育卫生 只要是五到十七周岁的朝鲜居民 他们在学前班一年 小学五年 以及初高中各三年的12年教育阶段 包括校服文具书本等费用 通通有国家承担 而且在少年宫里的特长学习 比如钢琴画画舞蹈等项目 也都是免费的 至于补习班这种额外的收费机构 朝鲜更是不存在 要么就是文化工 要么就是学校统一组织免费教学 其次不需要为住房操心 朝鲜年轻人婚后均可凭结婚者 免费向单位申到70平左右的房子 虽然通常都是旧的 但住肯定是没有问题 而至于平时的水电等费用 也只是近乎免费的象征性教育店 但如果以后有了孩子或单位平佑成功 则有机会更换大一点的房子 可要是大学老师 劳模科学家 以及各行业佼佼者实名的房子 不但面积能达到100到200平 就连家具家电 地板暖气 也是一应俱全 等于就是礼包入住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朝鲜也可以买房子住 只是价格有点贵 另外不需要为医疗忧郁 在朝鲜 无论是男女老幼 幼或是看病体检 只要是朝鲜居民身份的 走的是正规医疗地区 像什么诊疗住院 检查用药 疗养体检等 所有医疗花费 甚至就连住院时的吃饭费用 最后都有政府全额报销 最关键的是 无论在朝鲜的城市 山区 农村 还是孤岛 都有着配套分包制的 医院或诊疗所 平均不到50个朝鲜人民 就可以享受到 一位医生的诊疗服务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 朝鲜还有着工作包办 结婚组建 物价低廉等特点 总体来说 这里的人民生活 虽然谈不上故意 但好在一个安门结议 早上骑车上班 下班约有小多的生活 是问朝鲜改不改革 改不开放的意义还大吗